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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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 气儿就是吐了咽 咽了吐了 这才叫呼吸 四哥 你去卖米菜去啊 您别碍着我干活 韩大他囤着麻糖不卖 他准备拉月二十三大赚一票 这口气我咽得下去 你也咽不下去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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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我刚弄明白 这小子打这主意呢 他这是连神仙的钱他都敢挣啊 可不是吗 他呢 四哥 要是咱这会儿去 把咽不下这口气儿咱吐一吐 那咱也是替神仙出一口气 这个理由啊 这也算是师储有名啊 走 把他瘫子砸了 对 砸他瘫子 你去砸他 砸 砸 我也一起去砸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 我走 我走 跟上 拿去拿去 老板 麻糖这么贵 你还得行吗 你先管管 大伙一边带你 把他砸到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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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做了 可你不能借着过小娘的功夫 一文钱一块的麻糖 你卖三十文钱一块 你这是发神仙财啊你 我乐意 我还干着你屁股 你小子砸了我的瘫子 你可别后悔 后悔我就砸了 怎么着吧 王儿 兄弟们 操杀我 上 上 王儿 哎呦喂 长本事了啊 给人当打手啊 哎呦 五爷 你看你这话说的 是你先砸人家的牌子 这是你不对再先的 王儿 我 一天行道呢 给我好好刺 五爷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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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不小眼睛的 上 上 上 别动 别动 别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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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呀 哎呦喂 叔 叔 拔刀拔刀 兄弟们上 那我 我这门屋是做不成了 让妈再会了 停 停 停 别打了 玩 玩 停 别打了 咱们不打了行吗 不打了 不打了行不行 改天再约 叔爷 叔不丢人 怕才丢人 我怕我是怕 我怕我媳妇 我媳妇来了 你以为怕你 爷 闪了 这么巧呢 那放屁扭腰存劲 那没办法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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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五 你刚才跟人家打架了 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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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回事 王二呢 我最近练了 说练得不错 要跟我单天 你知道我是练过太平拳的 功夫 是吧 这几下子 你看就给弄成这样的 没真打最好 饭做好了 就带你回去吃饭呢 好 行 媳妇 你等我一会儿啊 你往边上站一点 别伤着你啊 王儿 要不 咱俩再练活 不不不不 我爷 我爷 今天我这腰赔 赔不了你 改天 回去吃饭吧 再说了 你是官换人家的后代 要打 那也不能打这些人呢 要打就得打大人物 王二哥 您说 是不是这个李啊 身名大义啊 我媳妇 特别说 高无见的 看得高啊 那行呢 你先练着 你觉得行了 哪天咱俩再单约 好 吃饭去 走 回去 来 来 撞看不见我 啊 我说 你怎么不打了 你没看人走了吗 你追着打呀 人家不打我怎么打呀 你追呀 松包蛋一个你 我说什么包 我打就你干嘛 我怎么你呢 我指挥你们呢 我不指挥你们能打吗 我打架 我用你指挥 行小子 松包蛋 你给我等着 你等着 你等着 你别走 我打架 我用你指挥 我指挥你打架吗 小姑啊小姑 宛若天仙 相濡非福 你就是我一生想要的呢 是我 呦 嗯 怎么是是 征兆你了 嗯 什么事 这事怎么办呢 您得拿个主意啊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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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不是 不是 拿 拿主意 是 以后皮肤不惹咱们 咱们也不惹皮肤 去吧 我在最后 来说吧 去 来 快 张妈 还贵致 左方 张妈就张妈 还贵致贵致的 哎呀 哎 来 意思 嗯 来 寄贵扯 别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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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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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咬 这 这 看嘛呢 行行 张妈呢 什么张妈 你看好了 谁 我 这我刚刚看 张妈把手伸过来了 你看 看 看清楚了 这谁 这我的手 我的手 怪不得一点都不香 还不香呢 我 牙又怎么让你给咬出来 行行行 走 赶快睡觉 我张妈在梦回来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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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张妈梦回来 行行 行 你听听听听了 听着啊 女子 你说这个 马阿堂他最怕什么 嗯 这个光棍他最怕什么 妈妈 我热 怕热 热了晚上就光不气了 人心间化了 热化了 热化了 有道理 有道理 嗯 口气过来 热腾腾的口气过来 来吃啊 热腾的口气过来 慢慢行啊 食肉 喂 满汤 喂 热腾腾的口气过来 食肉 满汤了 喂 热腾腾的口气过来 来来咯 这来了 哎 不敢说 咱这 炭了 拿会酒啊 哎 好好好 来 这个 哎 好 这是地瓜 食肉 喂 喂 这人吃了 哎 好 吃肉 喂 热腾腾的口气过来 大爷 你吓死了 哎 热腾的口气过来 哎 钱呢 自己哥想吃吧去 嗯 快去 这家墨子什么呀 快去 快去 热腾快来 热腾腾的热腾快来 哎 哎 青菜啊 叽叽的青菜喽 你喝点酒吗 不不不 喝不了 脏婆子 脏婆子 你才脏婆子 脏婆子 叫你脏婆子 你不爱听是吧 哎呦 喂 叫你关才臣 你爱听啊 你这 你叫什么 关 财 臣 你还挺有才 这关财臣 笑不说了 跟你这种鸡鸣狗盗的人说话 丢身份 不信大名 哎呦 喂 多好的一句话 啊 怎么到了你嘴里 就变成了一坨屎 你知不知道 斑婆子 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是谁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那么好的一个笑姑 那么好的一个黄瓜姑娘 你居然说给皮肚那个辣子 你做孽子你 你还是看到人家斑配闹心呢 懂什么心 不高兴啊 不高兴 我很高兴 那我告诉你 笑姑 早晚是我潘家的人 天都亮了我还做梦啊 哎呦喂潘老爷 你也是不容易的 啊 做人做到像你这个样子 气主害主的各不 我跟你讲啊 怕老爷 人家怕你 我丈妈是不怕你 哎呀怕不怕 你怕不怕也跟我没关系 哼 你不是想挣钱吗 也有的是钱 以后就雇你 让你挣我的钱 老子有的是钱 不怕你 老子有钱 我却要了 不有钱 热汤汤的烤地瓜 哎 来吃了 热汤的烤地瓜嘞 煮个个儿一个 咱们吃着喝着啊 来 喝我一个 来 喝我一个 倒酒 我说个儿这个 这一到冬天 你们这卖烤红薯 那可就金贵了啊 我跟你们说 从之往后 天天上午这儿卖 我是玩酒馆菜啊 哎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啊 千万别上皮我卖 咱们冻死那小 啊 大哥 有酒有菜 在哪卖出一个样 哎 有酒有菜 你照回一声 对 照一声 就这么着 来来来 走一个 来来 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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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卖红薯 烤红薯啊 在我们的 我们的红薯 哎 这些个卖红薯 真不是东西 把咱花生米吃了 酒也喝了 现在跑那边去了 油奶救生了 呸 去就去呗 去就去 咱这儿冻得要死 去就去 好 我说 五爷 四哥 过来喝口啊 我这儿有这个 酱鸡 酱鸭子 还酱肉 还有这个上好的烧酒 您过来得一口啊 啊 五爷 您别客气 我这儿又暖和又有好吃的 您说您这 真是 哥儿几个 走一个 来来来来 他们那炉子火烧得越旺了 我希望他们烧得更旺点 酒喝在肚子里热 火炉在旁边烤着暖 他就一个字 妹 妹 喂 妹 我说哥儿几个 你们先喝点吃的 我们一会儿 好好好 多嘞 昂哥 你不怕热吗 对啊 不怕不怕 越热越好啊 烤着我好睡觉啊 四哥哥 你卖餐那钱赶紧给我 干嘛 你给我快点快点快点 快给我给我 都在这儿了啊 买块儿麻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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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讨厌你 让我刚睡 贵客来了 这不是五爷吧 我说五爷您给我送货来了 没有 摊凉了哪儿送货 买块儿麻糖 取取暖 得 您刚刚说什么 买块儿麻糖 乌爷您可太好了 您自己做的麻糖 然后自己再买着吃 太好了 我跟您说啊 四十文一块儿 哎呦 这四十文得买多的一块儿 哎呦 四十文 乌少爷 安老爷 还吃甜的 尿尿都带糖呢 好 四十文一块儿不分大小 又还见交啊 还啥见交啊 这看你半天没开张呢 照顾照顾你生意 哎呦 你瞧着美啊 哎呦 照顾我 收钱 哎好嘞 收钱收钱 四十文 四十文 哎 各位高林 听好了啊 四十文 啊 买潘老爷一块儿麻糖 潘老爷说了 不分大小啊 啊 不分大小 啊 听见了吧 不分大小 哎 老四 哎 拿担子拿担子 不是你一块麻糖 你还拿什么担子啊 潘老爷照顾咱 不分大小 快点 你等等 你等等 不是你看得清楚啊 这这可是好几十块啊 啊 好几十块啊 来不及了 潘老爷 你有本事要把它能封开 我就认 大伙照顾看啊 看看 这哪烤白薯不行 不是在这烤白薯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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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锅谢锅 走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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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偏片不是能卖的 咱又还是有一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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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лом wać 走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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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钱眼 钻钱眼啊 今天算是看见真哥的啦 乖乖龙跌倒 老虎 整整十五掉 你们剩下这些伞钱 也不够一掉 分分吧 分分分 分 自己人分什么分 我们两个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们是比亲兄弟还要亲 亲兄弟 对对吧 您算账是吧 放心不会少你的 你啊 四哥 这我给你 这个呢 给我 这个给你 对 这个也给你 这个给你 对 这个 这我的 快 来 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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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我 好了 干完了 等等等等 你这个给你 这个给我 这个给你的 不是 你全拿整的 你零的给我 老五我跟你说 我出的力是不多 差别太大了吧 你看你看你看啊 见钱眼热了不是 四哥 我这都是为你好 为我好 为我好 你拿十五调 你就给我一些林的 四哥 你的是你的 我的 终归还是你的 这些个散钱 是给你平常留花肉啊 我的钱我一文不画 到时候全都给你 你别到时候 你要给我 你现在就给我呀 女人啦变坏就有钱 男人有钱就学坏 你说我以前 不去就是这么学坏 所以我这是为你好 四哥 你跟我一起卖麻糖攒钱 是为了娶媳妇 对啊 等你将来娶媳妇的时候 我这些钱 我一文不少的 我全给你 都给我 咱老五说话 一个拖门一个地儿 老五 我你一次从小受苦 学年也没有什么 亲朋好你 只有你对我这么好 带着我挣钱 还帮我攒钱去媳妇 我以后一定好好地跟着你 等你将来巴达了 我要做你的门偶 我要做电眼城最好的门偶 你们俩不是说好数钱的吗 怎么都坐下了 四哥 这分钱不是好事吗 因他高兴才对啊 怎么还哭了呢 四哥想媳妇了 我 我们都理解 都理解 理解 四哥 你看 咱 咱现在咱有钱了 咱日子好了 也该考虑这个事了 是吧 四哥 你 你说说 你心目中的那个媳妇 她什么样 其实吧 我年纪已经不小了 我就希望年轻的 貌美的 这个我从来没有奢望过 我就想啊 找一个 跟自己年纪相当的 年纪相放好 年纪相放好 你看 动生活会体贴人 对吧 对 还有呢 但是不能太老成 我是个老实性子 我 我妈希望 对方能够泼一点 我泼一点 泼一点 不是泼一点 是活泼一点 对 活泼一点 活泼一点好 活泼一点好 最好是你看看 爱唱 爱笑 笑 笑起来最好是这样 是是是是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看不对 还差两样 是不是还要热心肠 还要有刀子嘴豆腐心那样的 对对对对 其实只要是豆腐心 刀不刀子嘴都没关系 不是 四哥你看你这么一说 我也 我觉得你理想中这个媳妇 我 这我怎么就 就这么 这干 这熟呢 咱们身边不就有一个吗 对 那就是 我这肚子难受 我来去茅房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那个天哪我 你说出来说 不是今天我就想 四哥你看 你说说对 我屁的信 你别来我了 这个钱没拿 钱都叫不回来 哎呀四哥呀 老实人哪面前哪 你看 这张妈这两个字 马上就说出口了 不好意思 其实啊 我觉得张妈跟四哥 真的挺配的 是 而且你知道吗 张妈啊 一直对四哥有意思呢 就差他这一句话 小谷啊 要不咱就做回月下冷儿 啊 你啊 拿着这些钱啊 去给张妈买个礼物 就说是尼斯送给他的 要这事要成了 咱不也做了一件善事吗 呦哥哥 来了你 你一边讲 这是尼斯送给我的啊 可不 两百文钱呢 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了 哎呀 可是他这个人啊 花的几千抹不开面子 这不让我给你送来了 哎呦喂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真是 就他那点小心思 我早就晓得了 我看看啊 走 王老板您来了 开楼上去 哎呦喂 这个颜色还是太艳了一点 这是小姑娘用的 我都老婆子了 这个尼斯还是要看我笑话 哎 这怎么使不得了 四哥说了 这个胭脂啊 就适合你用 给那些小姑娘用了 那叫浪费 真的呀 他真的这么讲啊 一字一句 我听得清清楚楚 真是的 这种话还好意思跟人家说 真是的 其实啊 尼斯这个人呢 还算是老实的 而且啊 会做生意 算是个不错的男人 是啊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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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就是有点傻 嗯 比如说像你们家皮武骗他 说是等他发达之后呢 让尼斯做门屋 他就相信了 这不是明摆着是骗他的事情 这么傻的人也是有的 真是 张妈妈 话不能这么说 这兴许真的有那么一天呢 是吧张妈 嗯 是的 是的 嗯 还有 这生活上面 有很多小毛病 我平时都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呢 嗯 以后如果跟他一起生活呢 那这些事情 这些小毛病都要改一改的 四哥 他心里边有你 为了你啊 他一定能改 嗯 嗯 其实 我这里有张单子 平时他那些毛病呢 我都列在上面了 以后呢 他照着这张单子改 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就可以了 你拿给他看看 他改了呢 这件事情就是 成功了 哎呦 来了来了 张妈妈 这 好嘞 这条子都准备好了 这什么时候背下的呀 哎呦喂 你看我这个人呢 我还是个操心的命啊 什么事情都操心操心操心 我平时看他那个死样子 我就回去给他记下来 记下来 嗯 现在就有这张单子 哦 今天呢 还真是那么巧 我就戴在身上了 你不要告诉尼斯 我是写过的 你就跟他讲 我是现找人写的 哦 张妈妈 看来呢 你对四哥 早就伤心了啊 哦 你放心 这单子 我替你送给他 四哥呢 对你也是真心诚意的 这些臭毛病 他一定能改 啊 那我先走了 一有消息就告诉我啊 放心吧 等我的好消息 呦鬼鬼 来吧你 里边讲 这是什么 哦 这儿这么难看 先别说难看 你先说内容 一 不准事事都听皮舞的 二 晚上睡觉不准打呼噜 三 臭脚天天要用药熏 四 四 挣的钱全部上交老婆 五 家中大小事情都得听老婆的 人家媳妇这么缺德呢 不 这上面写的一二三四五 就没有一条像是人说的 哎 这给谁呢 他跟这个人有仇吧他 什么有仇啊 这是爱 说明啊 他是你的冤家 对对对对 古话说得好 不是冤家不惧逃亡 哎 这个冤家呢就是这个啊 那个年龄相仿的 刀子嘴豆腐心的 能唱能笑的 笑起来嘿嘿嘿那样的 那 小妈 哎呦 他终于承认了 哎呦 哎呦 嗯 四哥啊 你投之一桃李 人家抱之一穷摇啊 啊 张妈这些条件 你要是答应了 人家就嫁给你 嗯 嗯 四哥呀为了终身大事 认了 认了认了 不成 疼的不说 这第一条我就不应 老五 你是个好人 带着我一起做买卖 以前没挣钱的时候 我都没说你 你现在挣钱了 你还帮我攒钱娶媳妇 我尼斯跟着你 只吃甜头 不吃亏 我不听你的 听谁的 再说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就是将来等你发达以后 我做你的门翁 跟这相比 娶不娶她张妈不重要 古人说得好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婢侣 四哥 老我 走 好啊 女人如婢侣是吧 行 那你们男人说话 我就不听了 我这个婢侣啊 得去做饭去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要是我们婢侣都不做饭了 你们这些手足 他们都得饿死 这 这 我会做饭 你说 你这就不对了 你太不像话了你 女人怎么不重要 女人怎么就不重要了 古人都说了 谁抢我壁脸我砍她手足啊 女人当然好了 老婆最伟大 我看一看 四哥 四哥 四哥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大丈夫就得能屈能神了 你呀 你先答应她 答应她 你把她娶到手 娶到手 娶到手你的人了 那还不由你的性子来呀 是不是 容我再想一想 这个张妈 你就不要赌物私人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上我家去说亲了吗 要不然 我才不来 老四 没事 没事 你家里怎么 怎么这么脏啊 还是人住的呀 啊 终于都嫌脏 哎呦喂 这个碗多久没有洗过了 我洗过的 乱讲 你看看这个米 都干了 起码三四天都没有洗过了 还有被子 你早上起床不叠被子的 晚上睡觉还要再铺开 不用叠的 叠的浪费嘛 哎呦喂 你看这个被子啊 一团团脏兮兮 哎呦 臭哄哄的 扔掉 买新的 啊 还有这个 好好的一件衣服 掉在这干什么 掉死鬼啊 哎呦 这个领上都是油 都是油 有狮子 赢了 不对 我要去烧点 你别烧 我就这么一件能穿得出去的衣服 别烧你给我给我 哎呀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再帮你做几件 没关系的扔掉 你家里有艾草吗 我要熏绪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臭烘烘的 闷的人都不行 没有啊 我去帮你买 站住 你还点艾草啊你 你把我这房子点了算了我 这日子我平时过得好好的 你一来就没法过了 不是大清早的我 着谁惹谁了我 老四 你凶神恶煞的干什么呀 你不想成亲了 还没成亲你就 你就你就这样 你成了亲了以后你还不 成了亲以后 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来做主了 哦 对 我写给你的 你还看了 哪壶不开你接哪壶是吧 你这油 还正好浇在我心头火上了 我告诉你张妈 你这个就是招降书 你这个 本大爷我虽然没有成亲 但是我勒巴骨一根不少 脊梁骨一块不差 你写的这些个 我一条都改不了 你怎么了老四 这哪一条不是为你好 都是为你好 你看看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哪一条是为了我好的 比我 那是我好兄弟 他带着我挣了钱了 以后他发达了 我要做他的门屋 所以让我不听他的话 不可能 我告诉你啊 对了 还有这个打呼噜 我爹打 我爷爷也打 我爷爷的爹还打 祖传 不打不是我您家的爷们 我改不了 还有这臭脚 这臭脚 我习惯了 闻不着这臭脚的 我睡不着觉 恒叔就得一句话 我跟你说啊 这亲你爱成不成 你这一二三四五 我一场都做不到 你不要喷口水吗 好你个尼斯 你欺负我 我 你找人来提亲 我一个父导人家不顾脸面 我就过来帮你收拾碗 扔衣服扔被子 不对 叠被子 你 你如果心里没有我 你为什么要来提亲啊 我 我那是看你孤单 可怜 对 我可怜你 谁知道这可怜起人 必有可恨之处 好你个尼斯 好你个尼斯 我 我不断了 我告诉你 你给我记住 我 我张桂姬 是一个寡妇 但是我不像你 可怜我 你过去吧你 我要走了 我真的要走了 走 走 走 你还这么嚣张 你嚣张什么 你脸画得那么红 跟个红的屁股一样 你还带个大红花 你唱戏啊 张妈妈 看到四哥了 张妈妈 你画成这样干嘛去了 你画成这样干嘛去了 我爸想活了 我妈的脸活了 张妈妈 这个三千多多老四啊 我爸想活了 不是 四哥 他怎么帮你了 怎么了 我妈的脸活了 小妈妈 你们俩昨天 怎么都好好的吗 怎么这会儿就寻死灭活的了 四哥 咋在什么里了 哎呦 你说他这个四哥他着什么急啊 你始绍不就是他的人吗 你看他 哎呀小姑啊 这个不要乱讲 老四他没占我的便宜 哎呦 哎呦 那你这是干嘛呀 你看你真涂脂抹粉的 还带着大红花 多好看了 他应该高兴才对啊 对啊 昨天 你你不是到我家里来 转达了他对我的情谊吗 是啊 我就想啊 他不像我是过来人脸皮薄 我就把我的老脸往地上一扔 踩着我就去找老四了 我想跟他说说心里话 哪个小的啊 我刚说几句为他好的话 他就大发雷霆啊 他说这个亲事不结了 他说他要跟我成亲 是因为可怜我 妈妈 那四哥是因为看了你提的那条件了 他不高兴了 你怎么晓得的 这个死老四啊 他就说这叫什么条件 这叫招降书 我义男子汉 我穷得只剩下骨气了 我骨气有的是 这个亲事不结了 一条都不答应啊 妈妈 你你你你先别上镜啊 别哭了别哭了 这样 我现在去街上找老五 让老五替你做主 老四啊就听他的 你等着啊 小姑啊小姑 讲道理就好了 不要动手啊 不能动手啊 打坏了 那可怎么好啊 麻糖新鲜的麻糖 来麻糖嘞 来 您拿好啊 小姑 出事了 那渣妈哭着 从老四家跑出来了 哎呦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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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这泥四啊 当本事了啊 行了 卖麻糖嘞 你就别心灾愣祸了 人家张妈提的条件 四哥一条都不答应 而且还冲着张妈吼 还说什么 她找她是因为可怜她 你说人家张妈容易吗 这个涂脂抹粉 头上还带朵大红花 主动去找四哥 那差不多就行了 她还跟人家耍脾气 这件事啊 哎 可是咱们两个招呼的 你得为张妈做主啊 嗯 早就想到了 就是这么个结果啊 你说就张妈那几个条件 那那个男的答应了 那才叫有病呢 哎 这男女在一块啊 就得妥协 哎 哎 我敬你三尺 你敬我一阵 好感情都是让我出来的 啊 这一次啊 对张妈是动了真感情 但是一个针尖一个卖麻 这俩对一块的 那不哭着跑出来才怪 卖麻糖嘞 卖麻糖嘞啊 不是 那照你这么说 这事还办不成了 哎呀 别好办了 往好里不好说啊 那咱就往分里说 哎 你不信你看着 咱们俩一劝她真的分手 他们俩自然就好了 你看着 卖麻糖嘞 有哪有劝分的呀 再说这怎么劝呢 哎呀容易啊 鼓励四哥去找女人 或者是 我们找媒婆 给四哥提亲 哎 这事啊 还得让张妈知道 张妈一知道 那醋瓶子肯定打翻了 哎 到时候那单子自然就回来了 哎 哎 这主意真好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 行啊老五啊 我说你这脑袋真不是白长的哈 你这脑子里面全是对付男女的兵法是吧 你不会有一天把这些兵法全使我身上吧 直上探明 直上探明 我老五啊 爱管别人的事 我的事 用你管就行呢 你小银铃一摇 我坚决服从 这还差不多 行 我现在就去找四哥 我让他找别的媒婆去 叫什么吧 嗯 潘爷 别翻了 您都快把这账本给翻烂了 再翻咱也是亏啊 咱都陪着仨月了的都 纳闷了 这最近怎么回事啊 酒楼 茶楼 筹布庄 首饰店 全赔钱 这总得有个道理啊 哼 道理就是咱买的东西不抢手了 那什么抢手啊 大姑娘 嘿嘿嘿嘿 那还用说啊 潘爷 我有个发现 我发现咱这定远街面上的光棍 那是越来越多了 以前一个姑娘路过吧 撒光棍流口水 现在呢 十个 哼 为什么那么多光棍啊 周边的几个县都比咱定远富吧 啊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定远人都爱把自家的姑娘架到外边 去 那样才能过好日子呀 所以啊 这光棍也就多了呀 生意也就不好了 还真是 我跟汉大就算一个 可是这光棍 跟我这生意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潘爷 您想想 咱这筹转庄 首饰店 茶楼 酒楼 哪样不是相亲 置办成亲物件的地方 这光棍多了 姑娘少了 成亲的自然也就少了呀 这生意当然就不好了 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 正所谓大风起于清平之末 那爷总不能从山里边 蹲几个姑娘到城里来卖吧 哎呀 那倒不必 潘爷你说笑了 其实笑计早就替您想周想了 这是什么转啊 表姨 进来吧 潘老爷 佩天仙呢 这像有理了 佩佩佩佩佩佩佩谁 这是我表姨刘氏 远近闻名的媒婆 人诵外号佩天仙 我就是为了兴望老爷的生意 特地把我表姨请来帮忙的 小姐 你没事吧你 找一媒婆 顶多算一个大个媒婆 你能把我生意弄成什么样啊 潘老爷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俗话说得好 偏方才治百病 怪招呀 能解大难 眼下我还真有一个法子 能让咱们俩都挣到大钱 什么 还不赶紧付耳 付什么耳 你那么高 我得蹦起来听 你就说吧